今天带大家下山 向共产党投仇 所有的罪责 我一个人承担 你们之后会受到宽大处理 只要下山 做个登记 以后就可以回家种田 我希望你们以后 远离是非 过个平平安安的日子吧 这个闻沙场 历来都是匪患严重的地区 老虎 你和小官能在这扎下根来 消灭和昭祥各路土匪 县尾对你们取得的成绩 是非常肯定 感谢县尾的信任和支持 小官 据我了解 擎天树在关坡一战已经被捕 是你放了他 让他缴戒投诚 有这事吗 有 小官 你是个年轻干部 尤其是你和擎家这种历史关系 在处理擎天树的问题上 不得不说 我还为你担心 我个人对你的工作方式 是既理解也信任 但是组织上最忌讳的 就是在工作中 掺杂个人情感 这一点你要有思想准备 万一出了什么纰漏 功过是不能相抵的 你要想清楚 县尚总之 依我对秦天树的了解 我相信他一定会来投诚的 如果三天之后 秦天树没有来投诚 我个人怨妇全不责任 小官 我要你思考的是 这种处理工作的方式 对不对 有没有感情用事 符合不符合组织原则 懂吗 对 船长 我们已经做了两手准备 如果今天驻不来投诚 我们就抓捕他 你要是敢带着人马跟枪支离开这院子暗部 你 傻了 你不会 你不会 你做不到 谣 proportion 都 жив 跟我一起走吧 你去你就是宿死 不ords看你去宿死 这就算我去死 也只是死我一个 是 报告 进来 交匪大队一队集结完毕 警队两者准事 原地待命 随时准备出发 是 请停住 请停住 邦老二 你来干什么 你今天给我邦老二个面子 我们星斗山的伯爷说了 想借你的家丁和长枪用几天 邦老二 实在对不住 这每个人做事 都有自己的安排和计划 你也看到了 我的租人和家丁都在外头呢 他们都有了自己的出路 这轻易改变 恐怕对自己对家人 都不太好交代 对不起 你们晚来了一步 天树兄 这太阳还没落山 怎么就说晚了呢 不晚 不晚 怎么秦天树 这点面子也不给老子留 甭管怎么说 老子在山头当土匪的时候 你还没找着你娘的肚子在哪呢 伯爷 在土匪的门道里 你是前辈 我对你佩服 佩服得五体投地 可现在是在我的家里 可不是在土匪的山头上 我走我的道 可不关别人的事 这老话说人各有志 你搅你的糠我吃我的醋 我还望前辈 不要在别人的家里 去干涉别人的事情 后生聪明 你还说对了 我这个娇康的 就是要管你这个吃醋的事 我就是要去娇枪投城 这关你的事 老子管不了 也不是老子管的事 老子就是要借你的人枪一用 用完了 改日连锅灶 带灶头 一起还给你 伯爷 这可不是你说的这么简单的事 几天前 这儿还有个蒋团长的队伍 今天这山头 除了你我就没有通道了 那妖姑姑娘说到底 她有自己的地盘 刨戈道门 有自己的独门势力 老子把话摆这儿 老子就是被共产党灭了 也要拉上个垫背头 你小子 今天若老子早就看准了 以前老子打几仗败几仗 就是败在了 你和那个死鬼婆娘手里 今天你想走 你走得了 老子倒要看看 你怎么下这座山 伯爷 你别逼我了 你有的江河人我也有 我现在不想跟你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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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爷 你的意思 我 你 你 老帆 到 麻烦你再跑一趟 看看什么情况 好的 我马上就去 关永波同志 我早就跟你说过 让你把秦天书抓起来 但你就是不听 如果是那样的话 怎么会形成今天这样的局面 你就不想一想 秦天书他要是真想偷车 他早就来了 他怎么会等到他老婆和姐姐 死了以后他才来呢 秦天书到现在还不来偷偿 我看 我们得做两手准备 关永波 秦天书如果不来偷城 你要做检讨 深刻的检讨 我这一句话 我这一句话 还是要看 我这也有天啊 我看你们看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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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术 我们伯爷做了 今天把所有的枪 都给我留下 那你回去告诉你们伯爷 不可能 今天一支枪你们也拿不走 我做的决定 谁也改变不了 企业术 你敬酒不吃吃罚酒 兄弟们 把枪都给我抢了 把枪保重 我做的决定 ここ 小心 九降 九降 小子 真不想我 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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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 秦天叔来了没有 没有 工营长和战士们还在那儿手上呢 杨天心 到 集合队伍 把那狗日的秦天叔给我抓来 对了 多带几副靠的 是 正位 等我把秦天叔抓来以后 请相关的同志 离他远一点 说谁呢 谁跟他有关 我就说谁呢 准备出发 跟我走 好 小子 我跟你们一块去 好 不再请你先进 关永波 你要干什么 太阳还没有下山呢 我说再等等 你跟我说过 三天以后的珊瑚就是现在 他来投城 但太阳都靠落山了 他还不来 那太阳这不还没落山呢吗 没落山就这样没过珊瑚 关永波 你这是在姑息阳间 是在给突背偷偷擒秦天叔流活路 我告诉你 这种行为是错误的 我们不会听你的命令 关永波 是行政 不是开玩笑 不是小孩打闹 我说再等等 赵魏同志 秦天叔来投城 和我们去抓他 这就是生和死两种意义 太阳围下山 就再等等 队长 秦天叔到现在还不来投城 我们就是应该把他抓捕归案 小天心 闭上蝶子队 你不说我没人把你当哑巴 高永波 不要改成勇士 我提醒你 要注意自己 部队继续前进 不想前进 高永波 你想干什么 如果太阳下山之前 我们没有见到秦天叔 我亲手杀他 行不行 行 众伟 你看 喂 团队 水 鸟 活 Straßen 藏 人 架 细 我们 现在 你 不该衷肠 英雄何妨一身草莽 手心痛的手背的痛 血比酒 恋爱比恨浓 感谢命运下路相逢 出生独死才见弟兄 老板 老板 来 准备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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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子爷 抓住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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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兄弟加菜 小菜啊 来 田叔 上哥儿俩喝一个 哥 哥 敬你的酒我敬你 好 你敬我 你给足了哥这个面子 我兄弟给不给我面子 三百条枪 一条枪不烂 三百个人 一个人不缺 过来投肠 过来投肠 这是我兄弟 你是我兄弟 我告诉你们啊 我兄弟回来了 你们谁要敢看不上我兄弟 给我兄弟 给我兄弟白眼儿 就是他娘的臭老子 就是他娘的臭老子 接着说 哥有面子 哥在文沙城有世俗的面子 你是我兄弟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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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姑 你可以宽心了 秦少爷他们 只是在乡镇府里头做了一个登记 所有的人都放了 只是秦少爷一个人留了下来 看样子还挺友好的 现在正喝着庆功的酒呢 你说秦天书是人不是人哪 他怎么那么无情啊 就不能让人送个信报个平安 我这还怕他被共产党给杀了呢 这倒好 没心没肺跟人喝酒去了 那什么事啊 你看我做了这么多菜 我还等着他活着回来 给他接风呢 不行 我得找他去 姚姑 我看这样不妥 这共产党是为他设的庆功酒 我劝你啊不要去老藏子 什么叫不妥啊 我又不是去闹 姚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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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千万别动枪开火的 早点回来啊 那是 帮我抽警个经历 游泳的速 soup 尸泳游游的快 那是 要喝下的水 你可以在冷水洗冰仇 把刀子 吊着楼上一杯月亮 心里暖的香格 你你你你 干什么 我回回来 我和我兄弟在江边这儿娘 你不能走 咱家这青江的水 哪儿都没有这儿的水喝 喝没有这儿的水 别 心里暖的 红啊 红啊 说什么 秦天叔让那个染妖姑接走了 那郭永波呢 关 关队长当时喝多了 他睡着了 那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我告诉你 如果明天晴天树反水 干出什么其他的事情来 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尤其是那个关永波 尤其是那个关永波 好 走 妖姑 妖姑 这新豆山的博豪派人送了一个口信来 问你什么时候把替擒天素环的三百字枪送上山 如果不给枪的话 给烟货或者钱都行 他这个老财迷啊早晚死在钱堆里 对了 我们安排在文仨厂的县人说 这批茶货的大烟将分四批送出去 是吗 那这可是个好消息啊 就按计划的那样 等货到手了之后呢 直接送到新豆山补豪那儿 交货的地点我让人跟他通知 多爷 这也上了年纪 老哥不老腿的 自己多当心啊 你放心吧 我走了 那天气们安定一下 大会马上开始了 静静 老乡们 安静一下 现在我宣布 中共离川县 文莎厂乡 政府清匪除霸 动员大会 现在开始 下面 有请我们文莎厂独立大队 政委胡文哲同志讲话 乡亲们 我们 受中共离川县委 离川县人民政府的命令 来 开展 除恶反霸斗争 文莎厂乡 人民政权 已经基本建立 解放也快一年多了 地主阶级 已经被彻底打倒 广大的人民群众 已经翻身解放 分到了胜利的果实 但是 国民党反动派 地主阶级 土匪恶霸 反动的回道门 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 他们还想继续的欺压人民 与人民政府为敌 所以 面对这些 反动的敌对势力 我们的态度是 除恶无尽 斩草除根 同时呢 对一些受蒙蔽 现在还在继续地追随 这些反动势力的 邪从人员 我们的态度是 换自首 坦白从宽 立功受奖 既往不咎 我们党的政策 就是 承办手握 宽带协同 立功受奖 奖励那些立功人员 所以在这里我奉劝 那些个曾经追随过 现在 还在追随反动势力的 协同人员 要尽快地 到人民政府来 投案自首 我们要让 广大的人民群众看到 只要你们来投案自首 就会获得新生 如果 继续与人民为敌 就没有出路 所以请大家回去以后 跟你们的 亲戚朋友 要传达一下 我们这个意思 告诉那些人们 不要怕曾经 犯过错误 不要怕曾经 跟土匪 拜过靶子 上过山 抢过老百姓 只要你们 肯下山 肯回来 到人民政府 来坦白你们过去的罪恶 揭发那些 土匪逃脱的 反动的罪恶 我们人民政府 给你们机会 给你们宽大的机会 他们的工具 道具 为 这次 你也不想要 你也不想要 你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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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 你不想要 我想要 你不想要 我想要 我已经想要 我自己弄了个 一岁方休 把什么事都推给别人 幸亏今天这个会 没出任何问题 哎呀 这 队长 队同志 要多一些理解 和宽容 他们虽然不是亲生兄弟 但我看 他们比亲生兄弟还要亲呢 尤其是这么长时间了 你死我活的 现在总算走得一起来了 你说光云波他能不启动吗 他这个人呢 小毛病是有一点儿 但是呢 他的骨子里呀 是干革命的 跟共产党是一条心的 这是非常宝贵的品质 这位众子里面穿了 这位众子里面穿了 是这个在路上 就是了 就是了 我来看看 你个人就会了 我来看看 我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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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看 我来看 来 咬吧 咬吧 怎么不走啊 怎么等着赶路呢 那好吧 休息一会儿 喝口水啊 老公 我把这批大烟马上给伯爷送去 手就干净了 是 弟兄们 给我来 是 你会儿 爹 按一按 快aben 快先 快砍 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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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大早你出去干什么去了 你去转转 我听到乡说了 你到底干什么 我说昨天晚上 我把你从大街上捡回来 你雷声谢还没说呢 这大早起来就问我去哪了 好歹我也算是个剁靶子 我去哪儿跟你请示 好 我管不了你 我走 你这人真是的 说走就走啊 那你说 那江山跟共产党有关系吗 共产党要押韵 收缴的大烟土进县城 我借了一车祸 怎么了 什么 你去拦截共产党的大烟车 我这还不都是为了你 你要投诚 我好想趁你起了你那三百条枪 我要不是另外给他一些好处 他能让你活着去纹纱厂 妖姑 你糊涂啊 你为什么还要去拦共产党的大烟车 大少爷 现在大家日子过得都很艰难 哪有多余的钱去打点他 我不接共产党的我接谁的 我早就应该明白 这些土匪恶霸就应该杀 你说什么呢 反了你 卫队长 政委再接电话 您先顺会儿 知道了 队长 我们苏妍的车出事了 什么 就是我们缴获的那四车大烟 在送去县城的路上被堵了 谁去送呢 老赵和哑巴 给我接过来 给我接过来 旁边的弟兄们 干净点 把人子大打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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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爷 弟兄们辛苦了 这妖姑姑娘真是假欣语的人 老子佩服她 伯爷 叫你的手下赶紧卸货 我怕这时间长得深变 刚刚几声枪声 工具很快就到 我们要快 小的们 快 快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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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爷爷走 这里我来应付 走 走 走 快 快 快 那匹马呢 连天姐 带着队去追 是 过来 快 快点 快 快 快点 小妈 把这两个人看好啊 我去追他们 别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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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开 快开 快 快 上 我去打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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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作报呢 兄弟 兄弟 出什么事了 共产党 注意了上来 牧多爷呢 牧多爷呢 牧多爷 牧多爷和哑巴都死了 牧呢 我拿了班车逃走了 还有班车在路上被公军给劫了 我们只有班车 达到了乡下 来人 多巴掌 把牧多爷和哑巴厚葬 是 去找天门 你 不玩了 一定要保重了 去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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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给我装好了 你把录像给你死把这个 就撒上不服了 队长 这都亏 再装会 咱们争取明天赶到 换了钱就要回来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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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快点快快 快 开门 别动 多发子 陆珠安的烟火被收缴 肯定是有人出卖我们 解放军还没审到这个地步 如果没人出卖我们 他们不可能知道我们的货仓就在那里 这件事情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 是福宝仔出门了多发子 码头上的弟兄都说了 就是那天文沙厂乡政府开清非反罢大会之后 福宝仔被共产党开的什么狗屁政策给吓住了 他把我们刨哥的家底都倒给了共产党 第二天 关永波就带着队伍把我们的货仓给废了 事情已经这样了 我们该怎么办啊 现在是事逢日下 咱们刨哥的门里也是出了不少怪娘 依我看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能给这些怪娘们收收心思 那就是开香堂动家法 好 那就挑个日子开香堂 把祖宗的牌位都请出来 由你们红旗小五来过堂 看来不动家法 这江湖的规矩还真是乱了 实话实说 从表面上看 我们确实是打了不少的胜仗 消灭了蒋团长 成功地劝向了彭秀才和秦田树 但是那个不和豪和妖姑 至今没有归案 留下这两股势力 那对我们文杀厂的缴匪工作 那是后患无穷 所以我的意思啊 既然秦田树已经偷诚了 不如我们干脆一鼓作气 把那个染妖姑也抓了 那么这样的话 其他的喽啰群龙无首 那自然也就散了 我不同意抓染妖姑 至少在抓她之前 还可以继续劝向她